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多批次空战对抗飞行训练 央视视出新画面攻台主力部队东部战区连日进行空中作战训练 再看看最近台海周遭空域已久热闹 国防部公布共机航机图从27号到28号早上6点 共机一共有22架跨越中线进入北部的有12架 其中距离基隆最短距离还只有68公里 这距离在空中要抵达只是几分钟之间的事 台湾海峡中线早就没有了 一般战机的飞行大概两分钟吧 那到总统府大概三分钟就到了 所以越来越近 将来我判断可能会到达30海里以内 他也知道我们台湾不会有任何动作 因为台湾的第一级是由美国决定的 一周前共机一样靠近我基隆41海里 现在越来越靠近 虽然我战机紧急起飞要6分钟 但其实要反制地面火力可以更迅速 只是正值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奇访路之际 对岸开放部分观光做回礼 但军事力道也没因此停息 反而更加剧 北京胡萝卜加大棒 软硬坚实策略距离520倒数不到一个月 考验新政府尺度如何拿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